风险因素在哪里 对吧 然后呢 因为这个可以导致 因为这个surgical complication 手术后的这个并发症 这些潜在的风险 比如说我说肺炎 你做完手术 你长期卧床 你可能会导致肺炎 那么你可能是 比如说你节肢 在器官节以下你节肢 那你这个并发症 你很可能这个节肢的 这个肢端的什么呀 因为你放的位置不对 它形成这个软缩了 那么这个器官节下面 这个残肢这个部分 以后你要想做甲肢的话 它就弯起来 它不直起来 所以这些就是并发症 那么我们这个随后的考点 就是说什么 你知道你不能放枕头在那里 你放枕头 把这个器官节直起来了 那你这个前面就垂下来了 知道吗 所以你知道一个大原则 你知道它的complication 它的并发症在哪里 你就知道怎么处理 怎么预防 你不需要背 你知道问题在哪里 你自然会知道怎么解决 但是关键问题是 很多人他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他不关注这个complication 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 你要特别关注这个complication 我还保证你说 为什么 我今天讲什么 你肯定 你要不听第二遍 你不理解我的意思 你不做题 你不理解我的意思 你一定要做了题 你再听 你才知道 以后你 你要学习的地方 你要关注的地方 是在哪里 你要好好听我讲 你的学习 你的学习的痛苦 减低一半 但是就是没有人听 他觉得我程度差 我得好好读书 我得多读点书 那就是 我还要跟你说 你不要光是 working hard 你要什么呀 work smart 这个就美国护士里面常讲的 don't work hard you work smart 你要聪明的做 你不能够光努力做 好